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节课我们将继续了解一些数据处理和变换的技术 它们分别是分箱 数据降维和数据具类 分箱又称理想化 是将连续型数据分成很多段 再进行下一个分析或处理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段是指区间 你也可以把区间想象成一个一个放数据的箱子 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我们有一群人年龄数据 我们想了解它们的年龄分布 最简单的做法是统计每一个年龄对应的人数 比如19岁的 20岁的 21岁的 然后用条形图绘制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数据全都展示出来了 但是可视化结果却很密集 使得我们无法看到数据的全貌 于是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理想化操作 首先我们统计每个年龄段的人数 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就是一个区间 例如18至22岁 当我们统计这个区间上的人数 就像是把这些年龄段的人 全都放进了一个箱子并计数 可以看到 从B图到C图再到D图 间隔区间越来越大 B图中间隔区间为2岁 C图是4岁 而D图是16岁 区间的大小不同 可视化结果也不一样 但总体趋势是相似的 选择合适的区间大小 能让观众更好更快地了解数据概况 再看单一维度时 例如我们观察一组人的年龄 用分箱就可以有个大致概念 但如果我们还想看更多的维度 比如一群人的身高 体重 体能 体脂率等 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数据降维是一种解决思路 它可能不能非常忠实地反映每个维度 也就是人的各项指标的具体分布信息 但可以反映基于全部维度的整体分布信息 数据降维有时也称投影 它把数据从多维的空间 投影到二维或者三维的空间里 再对降维后的数据应用简单的可视化手段 让我们看到数据的总体分布情况 降维是一种常见的分析手段 而且往往伴随着可视化 来实现更好的数据解读 但是降维方法大多比较复杂 这里我们不做细致的介绍 只是先建立一个大致的概念 首先 我们经常能够接触到的一个投影过程 是把地球摊平成一地图 本身地球是个近似球体 我们当然可以用地球仪在上面指路 但是平日里最常见的 实用的仍然是二维平面地图 地球上的每个点是一个三维坐标 投影下来的地图则是一个二维的点极 投影后的区域之间的远近位置关系 一般会尽可能地接近这两点在地球上的实际位置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来自新华网的数据新闻报道 周期的MBA之路 这张图反映了近百名MBA球员的体测数据 诸如身高、体重、握推重量、冲刺跑速度等 多达十个身体指标的数据 将这个多维数据通过多维尺度缩放 MDS 这种降维方法投影到二维平面 图中 每个点代表一个球员 不同颜色代表了他们在球队中的位置 例如中锋、前锋等 点和点之间的距离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之间综合各项指标的相似度情况 图中可以看出 具有相同位置的球员分布比较其中 用橙色菱形标注出来的周期 它趋向中锋和大拳锋的同时 仍有一定的偏离 这说明 它和这些位置的常规球员有一定的不同 通过上面的例子 想必大家对于数据降维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 这里列举一些常见的数据降维方法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查阅 在后面高维数据可视化课程中会有一部分的算法介绍 俗话说物以类据 人与情分 从上面MBA球员的体色数据中 我们也大致感受到了 相似位置球员分布的会比较接近 在数据分析挖掘领域 有一个专门的技术就是巨类 可以把相似的个体归在一起 然后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可视化可以作为展示巨类的手段 而在某些场景中 可视化也可以是产生巨类的方法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图A显示一个银行里某些储户 按年龄和存款分布的信息 很显然这里并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 因为从图上看不出一条直线 可以大致串起所有点 这就意味着储户的存款 并不是按照年龄进行线性征战的 对这个数据进行简单的剧类后 在图B中将数据点 按点与点之间的平面距离 聚合成四个具有类似特征的类 这里可以看到 左下角的那一类 在一定年龄段 储户的存款 随年龄而增长 左上角那一类则表现出 将达到一定年龄后 会呈现出另一种关系 右上和右下角 两个含有单一元素的类 则很可能是异常值 不具有代表性 你肯定会好奇 这样的剧类 我们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得到 下面我们用一个视频来介绍一种非常常见的剧类方法 即K均值剧类 英文名K-mean K-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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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重新归类 这样迭代进行数次 就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剧类结果 假设我们有这些二维的数据 用闪点图表示 横左轴分别表示一个维度 我们设K为3 因为这张图看起来可能有三个剧类 我们先随机设三个参考点 他们在图用绿色、蓝色和黄色的小方块表示 我们用这些随机设的参考点 把所有红色圆点归到离他自己最近的 那个方块所属的那一类 于是这些圆点归到绿色方块那一类 因为相比之下 这些点到蓝色方块和到黄色方块的距离 都大于到绿色方块的距离 类似 这五个点归到蓝色方块的类 因为它们离蓝色方块更近 这些都归到黄色方块这一类 下一步 我们重新计算一个这些归到绿色块的圆点的均值 同样 对蓝色、黄色类也是做如此的操作 我们会得到新的均值 仍用小方块表示 可以发现 它们的位置已经发生变化 像第一步一样 把所有圆点重新归到三类中去 这样 针对这个新的归类 我们又可以计算均值 重新归类 在实际用中 迭代的步骤会更多 但一般来说 三个小方块 也就是均值所在的位置 在迭代几次后 移动的幅度会不断减少直到基本禁止 这时候就说明 聚类结束了 类似于降维 聚类算法也是个大家庭 这里只是列出一些常见的聚类方法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学习了解 同学 这一节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地方是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